发便当了,长辈们都很开心 这是中山区和庆里社区关怀据点 共餐发便当的时间 每次都要准备150个便当左右 不过现在遇到蛋荒 鸡蛋不容易买到 而今年高丽菜盛产价格直直落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中山区一处大型建案的建商 分别制证鸡蛋以及高丽菜 给和庆里社区关怀据点 为长辈们的共餐加菜补给营养 就是希望捐赠我们300颗的有机的鸡蛋 还有新鲜的高丽菜 来帮我们这些关怀据点的长辈来去加菜 让他们补充营养 顺便也要跟他们告知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我们这边建商 在我们儿童节的时候 有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 然后来回馈我们中山区基隆的市民 然后也借这个机会 让他们来去跟这些的乡亲 大哥大姐们来报告 那秉均今天也特别在准备这300颗的鸡蛋 就是希望在现在鸡蛋比较劝缺的情况下 能够让我们社区的长辈 及时的补充营养 让他们继续保有身体的健康 建商也表示 除了为巨连长辈加菜 也将在4月2号到5号期间 举办春乐农鱼园油会活动 免费赠送1万颗高丽菜 给到现场参加的民众 也连带帮助产地的菜农们 我们在4月2号到4月5号 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我们现场准备了1万颗高丽菜 同时也是帮助我们南部的农民 可以推销这个高丽菜 那我们现场免费发送 从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同时我们也有我们的春日的云游会 那现场也会发送底庸券给大家消费 希望大家都能一起来玩 对于市议员张炳君和建商的爱心 和庆里聚联长辈和志工们 都给予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